我觉得其实我不是一个 我觉得我刚开始小时候的时候 比如说其实我是一个挺害羞的人 但我小时候会有一种 就是到了人群里边 我就想让大家开心 但是呢我真的会有 比较好玩的那一面 就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比较 表现出来 我觉得那个也是一种 故意而为的 然后时间久了之后 就是 会形成一个自然而然的 一个呈现 那比如说我跟人接触我都是喜欢 我就全打开了我就这样 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也没有瞒你 我也没有要干嘛你 有些人呢 你还真的就是他行 你就不行 你马爷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而且有些人 大家就喜欢看他行 一般来说呢 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 女性相对都比较封闭 真的在男性社会里 我们今天 我这么一说男性社会 肯定会有人骂我 我们现在说男性社会 是全球的一个文化特征 就你文明行到这会儿 它就是个男性社会 慢慢会向女性社会过渡 过渡到那会儿的时候 我们就变得比较自在 我怎么觉得我跟这个小逊 在朋友圈里 好像男性社会 对他来说不存在似的 对 对 那我现在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可能 不是我可能 就是我对这个没有一个 因为可能我小时候 读的书也不多 对然后这个对我来讲 不是一个限制 或者是是一个 我知道这是一个男权社会 或者是就是那个女人 就是会比较干嘛的 就是我不知道 问题是我不知道 那所以我的相处 其实我没有分 你是男人 或者是我是女人 就是可能从接触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去分这个 你不分可以 但男性不能不分 我们翻过来说 如果他跑一堆女的跟前 他把他自个儿打开了 批刹 打开 你把你打开 你会有什么后果呢 这些女的背后说 文涛 这人不能再招腾 说他这没大没小的 一点规矩都没有 这就是男权社会的 一个特征 就是当你陷入一个 女性包围当中的时候 你就不由自主地 变得比较矜持 你比平时矜持 这就是把自己 稍微关拢一点 这社会文化现象很正常 但是你看马爷 你说这个话 我就想起来 这个《红楼梦》里 这《红楼梦》有一段话 就是说呀 我忘了是谁说的了 好像贾雨村跟人说 说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一种人 这种人呢 就是说是天地之间的 一种灵气 我估计也可以叫 一种邪气 就是你不能用 一般的善恶 或者说男权 女权 去框他 你比如他讲的 他举几个例子 他说你比如说是 李后主 这种 或者说是 宋徽宗 像这样的一种人 你也很难说 他是正 还是邪 但是好像人群当中 总有这么一些少数人 这算不算是一种 性格魅力啊 我觉得亚东 就挺有性格魅力 也不是像 我觉得我跟他不一样 就是我刚 你刚才说的时候 我觉得是不是 跟他职业有关呢 比如说我是表演的 所以他 我觉得他打开自己 是必须的吧 如果你不能 你这要在看什么地方吧 哦 明白 对 那如果说像 比如我可能演戏 就我没法演 如果你让我演一个东西 你还演过一个东西 我是演过一个 对 你们俩演过什么 对 演了一个 小短片 我客串了一个 一个小的 很小的 客串了 很严 客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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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就不太会演 你不要给我什么 所有像我这种 我们的性格就不行 就有的人是打不开自己 比如说 比如我现在此刻 我只能发挥自己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 我必须要 完全自己的情况下 才能打开自己 那可能就跟职业有关 比如说我编曲 可能自己熬一夜 或者熬一个月 都是自我的那么一个过程 但是我觉得你 你就不可能 无论工作也好 还是平时 你身边的人肯定很多 你能在众人之中打开 那也是得看 就比如说我前阵子 有个朋友他让我说 去身临其境 我说我不行了 我说我只能 我说我在现场 我只能在现场才能这样 你让我换个地儿 我可能就不行了 就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环境 一个习惯性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那么说 我就说这个职业的分别 也是有关的 因为我从小拍戏 其实就是每个戏 都是一组一组一组的人 就是你要在这个剧组里面 去接触很多人 那在接触很多人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可能 跟我父亲给我的东西 也有关系 就是他也是让 就是说让 就是说希望 大家都是很平和的 就是很融洽的 就是在 就是在一块 去度过一段时间的 就包括从小 他就跟我们说 叫什么家和万事兴啊 家和万事兴啊 所以这个可能在我脑子里 形成了一个 一个观念 你累吗 我不累 你知道我很想知道 你一个人的时候 因为你看 你像我也是有这个 社交恐惧症啊 就不太像是吧 但是呢 是 我能理解它 就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咱们朋友在一起了 我就觉得呢 要是有个像马爷这样的 能让大家开心 我就歇着了 但要是没有个马爷这样的 我也是觉得 我得耍耍宝 让大家开心 我也会 但是那个给我的感觉啊 好像主持节目 就是真的 就是说众人散去 我自己的家里 还是郁闷 你呢 我们都走了 就剩你一个人的时候呢 我倒不郁闷 就是因为我觉得能够 因为我也不去接触太多陌生人 对 然后我能接触的 其实都是我相处很长时间的朋友 对 所以就几乎郁闷这件事是没有 但是比如说平常我 我一个人 我要是不拍戏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无聊 对 因为比如说我 我看电影也好 看剧也好 看什么也好 这总有不想看的时候 那我又不是一个好读书的人 但是呢 我家买很多书 很多书 我坐在沙发旁边全是书 看着他们就高兴 对 看着我就觉得我读了 大部分读书的人都是这样的 书不是都读的 书越多的人读的就相对越少 是吗 那当然 不是 那好 我们家书家的书多了 比这屋子 那不可能都读 书是一部分是精神支柱 另外还有的时候呢 你会突然觉得这本书有用的 书你会抽一来看看 读书有很多种 有精读和粗读 还有就是打开就算读了 翻开看两页绝没进 也算读了 我问你 你比如说你演这个林徽因 你应该是研究过这个人物 会不会就是 有这么一些女性啊 好像就是自带向心力 你比如说王菲也有点这个 就是你就觉得好像有一帮朋友 就是愿意被他所吸引 或者是甚至于 你看他这个书里还写 我注意到有段话写的挺有意思 就是在你身边的很多朋友啊 往往都是些严肃 精明 甚至是比较理性的人 但是好像他们都愿意呢 就保护他 就是你再怎么胡天胡地 对吧 周围这群朋友好像就很自觉的 他是不是长相很有欺骗性啊 我觉得可能是我真的简单 对 他对我同意 就是你欺骗不了头人 现在全是人精 而且现在刚才他讲啊 就是这个大部分人 现在都愿意跟比较熟的人 就有相当长一段认知以后 才愿意在一起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人 说话不自在 你认为你说话自在吗 你不自在 尤其 八个心眼呢 一有生人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而且有些经过 假装啊 是随意说的 其实是一个深思熟虑 说出来的话吧 一旦被记录下来 咱们现在最可怕的是记录 咱们现在讲的这个话就记录了 可能一百年 人家都能倒出来 听你刚才说什么了 那么这个被记录下来的话呢 它是在特定环境中说的 如果他把 现在有个东西叫剪辑 很可怕 我最近就老被剪辑 就是我不做那脱口秀吗 一般都是一个钟头 播出去了 都几年前的事 突然发生一件什么事 他把那个 我那个话说出来以后呢 他给你有高手 给你什么 修一修 给你剪 把那一小时剪成五分钟以后 你扔上去 好像是我对这件事的发音 对了 完全不是 那以后说话就得特谨慎了 你得考虑你说完话 以后发生的事情 那这个话就没法说 所以现在一有生人 尤其现在我最怕的是 人哪个手机对着我 对着我 我顿时就不能说 没错 对不对 因为我不知道 我这句话会安在哪 安在一个根本就不相关的事情上 所以甚至 我觉得我们朋友 都有闹那个神经病的了 就是说呢 他觉得他要说什么 其实我说 您没那么重要吧 他说我要跟你们讲个事 手机能不能先放厨房里去 他其实有点神经质了 谁窃听你 但是他会觉得 有这么个东西在这 不安全 就会被记录 对 其实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你知道 这个我都碰见好几回了 你知道问题在于什么呢 问题在于 人是会变的 但是呢 证据不变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现在网上的这种标题党 他为什么特坑人就坑在这儿了 好比说 二十年前我们做的节目 那是那个时候的环境 那个时候的因果 对吧 好 夸插给你拿下来 然后说近日 他对什么什么问题 发表了这个看法 你看他现在说的 这事你防 你防得了吗 防不住 防不住 所以我觉得过去像有些知识分子 比较喜欢整人的 就往往收集证据 收集你二十年前 说亚东你看二十年前 他亲口说的 我一直觉得这事不太逻辑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人当然有可能改变的 我十年前的我 和十年后的我 想法不一样了 这不是很正常吗 对 肯定是会变的 对 你看你也变得挺大 我变得 对 因为你说说我是怎么变了 我觉得我们认识好久了 我觉得你现在变得 照黄爵讲话 他的分析可能不一定对 他说慢慢的 他还又露出江南女子的那一面 就说越来越家长里短了 现在周迅 到哪玩呢 父母亲一定要在旁边 心里觉得安心 到哪去旅游 一定要带着爸爸妈妈一块去 而且好像是更在意身边人的感受了 对 你是不是觉得你有这个变化 对 因为我其实 就是当然小时候自己不知道了 但是后来有几次 我情绪特别低落的时候 我在看那时候 他们给我拍的照片 或者是后来比如说老黄 就黄爵跟我说的那些东西 就我觉得自己 怎么会这个样子 就比如说我跟老黄打电话 如果我心情不好 我就会给他打一夜电话 我也就是可能喝醉了 我就觉得我怎么这样 你知道 但是其实心里边 我是不想朋友这样的 对 你是不想朋友对你这样 不是 我不想朋友去 就是去遭我那个罪 那可是如果他遇到什么情况 打给你 你要听吗 我听啊 但是他 所以他就是爷们 爷们 对 但是他几乎不会就是 所以你理解 他不会跟我吐那个 我理解 性格的不同 就是我 比如我 我永远不会给别人打电话 倾诉什么 永远不会 但是我也永远不要听 任何朋友给我打电话 跟我倾诉什么 就是 因为我从来不给别人打 也就不会有人给我打 那这其实是个性 这个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这个你知道 他说这个让我想起啊 就是 我有一次跟我一个就是一个老画家啊 他常常常年在英国生活啊 他一般在 我跟他们讲 就说我母亲的病情啊 我在家里怎么怎么着 这不是跟好朋友在讲吗 哎 完了之后 他就跟我讲 我觉得挺学这个教养的哈 他就说 就说这个场合啊 你一般自己母亲的这个事情啊 最好不要跟大家讲 我说这不是朋友才这么讲吗 他说你这样讲呢 别人会有一个负担 他就跟我讲 是不是老外就会觉得这样 就说你掏心掏肺 把你的这个跟我讲了 会不会给我构成一种压力 压力 或者说某种程度上讲 就是说凭什么我们要听你这个呢 对吧 哎 你看他是另一套这个鬼犯 对 哎 可是我又觉得我们朋友之间好像不过这个 就是有点这个家人一样的 或者就是还是说这个中国人有点不拿自己当外人 就是对吧 就觉得而且尤其是他 我就老你你你你虽然有家 但是给我的感觉 他老像是个这个四海为家 或者说无家可归的 那么个孩子 他长的这个这个样子 我就觉得他在鬼外 我不是说你出轨啊 就是他在他在我们一般的朋友交往之道的这个 呃 鬼外 你就好比就是说 我就说你让他 其实了解他的人就知道也算宝经沧桑了 但是他永远这个脸像孩童一样 嗯 然后呢 你看见他这个孩童一样的脸呢 你又觉得他经的那些都不是沧桑 嗯 所以这种人 他很少见到 你觉不觉得在朋友圈里 就变成大家觉得 哎呀 小薰啊是有什么招呼 或者打个电话 那那那都得宠着他 嗯 你说这是 这玩意儿咱 咱这老仓头能活在这份上吗 他无非就俩事儿嘛 一个是倾诉 一个是倾听 是吧 就这俩事 亚东刚才说我在想 他说他从来不会向人说 我也从来不会 我从来没有任何事情 不是靠我自个儿想通的 那么我能不能听 我跟他有一点不同 我能听 你们谁来跟我倾诉 我愿意听 但呢 他有个度啊 要你那个倾诉一夜 我肯定走不了 一小时为戒 过去 现在不行 现在电话打不了一小时 现在电话十分钟就扛不住 现在你打长电话吗 现在打包电话周的人越来越少 现在对 现在很少 对 不想过去 过去因为你没有微信 没有这些这个短信功能 发个语音 过去都没有 你只能靠打电话 过去包电话中 在很多影视剧镜头里都是一出戏 这电话架子这儿 还做着饭干什么的 是不是 现在没有什么人给你打电话 我电话根本就没声 我现在手机永远是静音的 那过去的人呢 朋友之间该倾诉的日子早过去了 就像他们年轻才有各种问题 我们现在能有什么问题 我这岁数谁跟我谈感情问题 让我说就一句话就给毙了 你现在是问题少了还是问题多了 比年轻时候 肯定是少了 需要倾诉的时间也少了 对 他现在也不会花一小时跟人倾诉了 不是 他也有一样 我发现你倾诉的对象 也有一个让我们挺自卑 基本都是帅哥 我承认我外貌协会 但是我就是 就是每个人认定的帅和美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再帅再美 他要是没有这种 我觉得就是还是性格美丽 我是在哪看见过一点 就是说俩男孩子挺帅的走在街上 然后突然有一个瘦小的小女孩 登登登跑到他们前面 好像叫自己后来的女伴 你们快点 你们快点 其实是在干嘛呢 其实是 你知道那时候就是小时候 就是玩的一个 一个现在叫套路 对吧 就是因为我们读舞蹈学校的时候 就是也是会 就是看到这个背影挺帅的 我们就会跑到前面 其实是想看前面帅不帅 对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后面有三个女孩 我还有两个同学 对 然后那时候是北京 对刚来北京没多久 对 然后那个 就前面一个老黄 就那个时候还是那种 就跳舞的男孩 穿破牛带裤 对 然后还有他一个同学 那就觉得 这俩背影这么帅啊 对 然后他们俩就说 我说我来 我来 然后我就跑到前面 看一看 上来的就是说明不错 你别看他像个孩童一样的脸 我觉得他见证一个时代 真的 其实就是说 今天的可能你的年轻粉丝 未必了解你的这个来处 就是实际上呢 就跟咱们年轻的时候 那个年代 那么一路玩过来的 我对他有那么一种亲切感 你而且呢 你看他出这本书啊 好多这个导演呢 曹宝平也好啊 还有楼叶也好啊 甚至是许安华也好啊 我发现他们写的都有一点 怎么说呢 对于今天拍电影的这种 非常专业化上规模的方式啊 那种有点埋怨 甚至是对于早年 就是虽然没什么钱 但是呢 就是一些年轻男女 我们在一起 白天拍戏 可能晚上去酒吧喝酒 可能这个戏 一部戏 没准几万块钱 就能拍一部 但是呢不重要 重要的好像 你可以说它是个电影 也确实出了一些好作品 对吧 但是好像留给当年的参与者 心里更多的 是一个 哎呦 那样的一段这个生命啊 就是你说是挥霍也好啊 你说是玩也好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小时候 我拍戏就是 其实刚开始还是比较 因为我小时候 电影院长大的 其实那时候还聊起来 我说我没有读过电影学院 或者是什么 但是其实后来一想 我错了 其实比如说 我在电影院长大 我看的那些演员的戏 其实他们都是科班出身 等于是 就间隔了一个萤幕 等于我被 被教了嘛 那 那刚开始确实是因为 因为那个年代 没有什么 那个年代 女演员胖和不胖 就根本不是要说的一件事 根本不属于在讨论范围 就是你是多胖啊 或者是你的那个 就是有 就是不是一个讨论范围 但是现在是一个 非常严重的讨论范围 对 但是那个时候 你唯一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你要把你的专业弄好 对 所以我 我刚开始 就是说碰到少洪导演 是非常 幸运的 他就跟我说 你什么都不要管 就所以 就是说 你就好好演戏 对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我是种下了这个 种子 而且在我小时候 我达到了 不是说我达到演戏水平 有多高啊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比如说 我脑子里的 不管是肾上腺素也好 我的肌肉记忆也好 我的脑子记忆也好 就我知道 那个戏 到那儿的那个 舒服感 有自我感觉 对 这个是别人很难体会到 他自己知道这个行不行 对对对 然后如果我现在就是拍戏 如果我现在不到那儿 我就过不去 有自我感觉 而且常年累积 跟不同的导演 他有更多的叠加 就是说可能我的 肌肉的记忆 或者是我脑子里面的 那个情绪记忆点 可能越来越深 越来越浓 近一些年 我觉得就是 时代就是变了 这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快的时代 大家没有人 像我们过去看一个戏 可以 那么多人 同时看一部戏 现在基本上都很少 大家都很短暂 去找一些点 都在找那个点 如果你没有那个 他就就很难接受 听歌也一样 就是选择多 我觉得不珍惜 像过去 比如说 就是我 我跟马老师前两天 说过去 我们去买一个 比如夏天想吃冰果 只有一种 你现在去打开 我要吃一个 你要选择 就是很多时候 你会说 我懒得选择 随便拿一个 就算了 所以他并不是 也吃起来 也不会那么珍惜 这个东西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那么多歌 那么多戏 所以人们关注的点 确实有一点点 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 确实对 比如说 真正喜爱表演的 像他这种 有可能 人们会忽略掉 他刚才说 自己认为 很舒服的那个点 而去关注 你可能根本不在意的东西 就比如我写一个歌 好吧 我说我那个歌 有一个很好的点 在一分半的时候 可是前二十分钟 已经被人关掉 就是会这样 对 人们都很快很快 这怎么办呢 简单的说 就是高标准 是需要全民族的 这种素质提高 素质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一个命题 就各个素质 我们今天不能说 今天的孩子的文化素质不高 他们学的东西 比我们小时候 要学的多得多 他们接收的信息 信息量是巨大的 但是有一点 他刚才说 他反复用了一个词 是记忆 这个记忆呢 记忆是一个 不是一个刻意的记忆 是一个下意识的 你就是感觉 到了这个记忆 到达的那个点的时候 你自我感觉是舒服的 你就舒服了 对 你自己就彻底明白 这过了 这条过了 有时候你差一点的时候 即便导演说行了 你都觉得 好像还可以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你看没有 这种记忆包括他做音乐 音乐这东西 就所有跟艺术相关的东西 他所有的界是模糊的 他说的那个点 知道他自己明白 别人都找不着 别人 除非特别敏感的时候 这块好 那这是专家 这种专家 就是一百个人也没一个 一万个人也没准有一个 对不对 这个很少 所以我老说一句话 做事 本身就不是给不明白人做 给明白人做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来了一万个人 看了你这东西 里头就一个明白人 这人明白 把这事说出来 这就够了 剩下的人全是看热闹的 看热闹的 就好像意味着 进入了一个看人的时代 过去是吃鸡蛋的 但是你现在发现没有 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看鸡了 下蛋的这个鸡 就是说 他这个人 而且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 这个戏外的人 跟戏里的人呢 越来越有点分不开